我们接下来应该要开始录制聚集 我们要录制什么聚集呢 开发人员以相对位置录制 而且是从这一格开始录 也就是说 第一万我要出现一张图片 出现这一张图片 然后 这一张图片呢 我们当然是透过什么录制聚集的方式来去做 一样的动作 我还是先做一下好了 插入图片大家都会做 所以我们等一下是插入图片 然后接下来请选择 这个自己的图片所在的路径 的第一个档案 然后插入 这样是不是就插入一张图片 再接下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部分 改掉 比如说宽度高度 因为我只要一个清澈 所以例如说 我可以选择 甚至宽度是 高度是2公分 可不可以把它改成 例如说 其实到时候你不改都无所谓 因为这边到时候是不是可以直接往下拖曳 就是每一个档案都做稍微大一点点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哦 这样清澈就做完了 就是这个档案看你还要不要真的刻意把它塞到B1那一格 好不过我觉得这都不太重要了 重点是你们大致上知道我们的操作顺序就两件事 只有两件事插入图片跟变更图片大小 好那我们就直接录制了开发人员记得以相对位置来录制 游标现在先落在B1 因为B1是不是我准备要放图片的 所以开发人员录制聚集 这我们就叫做图片清测好了 图片资料清测 然后看你们有没有一个习惯 我是把哪一天制作的日期赋予给他 可以当做是版本别 然后接下来点选确认 接下来插入图片当中就点插入图片 接下来呢要告诉他我的图片在第一磁叠机 Excel VBA 2017-10-1307图片清测 TTT里面的第一张图片 然后点选插入 接下来呢因为他会预设就是在图片的工具格式底下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高度啊改成 例如说二公分 然后最后最后一件事情呢 当然就是要往下移动一格咯 往下移动一格 可是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好选 对不对 我还是刻意的 我们先往下移动 一二三 移到这一格好了 因为等一下再把那个数值啊 减三就好了 就是往下移动一格嘛 你应该知道 把什么数值啊 把offset offset就是十字座标 里面的列数 列是不是变成四格 改成一格 然后我们暂时就坐到这边 就坐完了 就这么单纯 开发人员停止录制聚集 可以哦 所以我们就只是请你先录制一下聚集哦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录制聚集的动作 做录制聚集